日本现在它这个军舰穿越了台海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叫做连号的军舰 有何用意早上25号早上 从东海一侧穿越 游北向南航行十几个小时 当天傍晚完成通过 而不仅如此 它是要跟澳洲跟纽西兰一起 在南海做联合演习 所以这三国就怎么样 肩并肩吗 这也叫肩并肩吗 就不约而同来穿越台海 所以穿越台海当路过 真正的目标是到南海去做演习 不过说实在话的 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 是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主张它的航行自由 那我比较想知道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杨老师 杨老师 所以现在这样做的话 当然大陆方面是表达了不满 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可逾越的红线 那也敦促日方 而且也都有着严正的交涉了 那你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是如何 我觉得其实蛮关键的 不过有趣的一点 日本官方到现在还没有百分百的确认 反而是澳洲纽西兰都官方确认这个事情 我们看今天是一大早的时候 是独卖新闻的独家新闻 那当然这一定是被释放出来的 所以呢 独卖新闻这里面 新闻的报道自己提到 它是为了反制 八月份的时候 孕九进入到男女群岛 就是日本的领空 那两分钟 那我们都提过 那个时候其实它是为了反制 那个两月号 而在几天之前 它就这个宣布 梁月号的这个舰长被解职 这也是新闻报道出来的 而它新闻报道说 其实在七月就解职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公开讲 对呀 对不对 那当然日本这边 又把后来的海侧船的 这个无害通过乌九岛 以及辽宁舰在上个礼拜 就是经过宇纳国岛的临接水域 它把这个事情都连接起来 变成说中国大陆的军事的 这个就是说开始采取 比较积极的 这个侵犯日本的领空 跟这个水域 因此呢 这是一个它必须要坚定 它维护它主权的 这个反制的作为 你维护主权 经过台湾海峡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你还这个事先 其实是有先告知中国大陆 但我现在不确定是 日方还是澳洲 还是纽西兰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德国两艘 德国的两艘舰穿越的时候呢 那其实新闻沸沸扬扬讲了一个多月 可是德国就不先告知中国大陆 因此后来我们就发现到 大陆这边解放军的海军 就是夹着你 帮你开一个水道 只让你慢慢的走 它走了一整天以上 那这一次呢 解放军的海军其实是有 应该是至少澳洲的船 是有五艘的船在附近 但是不是像对待德国海军的船 这么的隆重 隆重 我的感觉就是 有先告知大陆 因为第一个 大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水域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海洋法里面不存在 可是你的穿越是OK的 但你要先告知 因为大陆的国内法是有规定 军舰穿越相关的 中国大陆的这个水域的时候 要告知中国大陆 那甚至要取得一定的这个同意 那通常大概都是一个告知 你只要表现出来 真的是一个无害通过的本质 所以呢这一次 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反应 尤其是对澳洲纽西兰还好 但对日本这个 因为它是历史上第一次 你知道它是第三代 它的第一代在 就同样这个名字 叫Sazanaki 那就是联 联号 那个水联的那个联 联谊的联 那第一代呢 是日俄战争的时候 就做出来的鱼雷扫舰 扫舰这个 然后呢第二代大概二 1920到30之间 后来还成为所谓的大帝 日本帝国海军还打个第二次大战 那这一招呢是2005年才下水 那不管怎样 它的第一次 也就是说日本 你不要忘记它2022年开始就决定 从22到27 要军事加倍 所以到27年的时候 22年是5.4兆日元 到27年的时候加倍就来到10.8兆 然后在每一年这样加的这5年 22到27总共43兆日元 哇超有钱 那怎么办 买东西啊做好多东西啊 因此你知道它就开始变得很积极 很积极的时候呢 就开始要介入到所谓的 这个整个西太平洋第一岛链 成为美国的副警长 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这个是 也有一个警告 那但日本这么做 那很不幸的刚好就碰到 东风31A机的这个室舍 所以灰头土脸 好所以其实这个是布局在先啦 但是没想到遇到这个导弹 所以呢真的就觉得 好像自己被导弹了一样 那但是说实在的 应该是明天嘛 明天日本就要投票 对不对 那个自民党的总裁要选举了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 小拳禁次郎 候选人之一嘛 谴责中国发射导弹 是可能威胁地区和平 安全重大的挑战 高市早苗也说 如果他担任日向 他会参拜靖国神社 这个 请教一下大中老师 那小拳禁次郎 现在是民调输给了高市早苗 但是问题是明天就要投票了 这个时候赶快这样发生 是为什么 为争取选票吗 我觉得大概日本政治人物 这个言语上对中强硬 大概也是个主流 就是未来岸田下来之后 新的日本首相 我觉得还是会强化 他跟美国的关系 要出现那种大幅度的改善 跟中国大陆关系的几率 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那目前这前三 因为这一次是破天荒 有九人参选 前三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就是识破帽 包括刚才讲的高市早苗 刚刚谈的这两位 加上识破帽 那因为他大概第一轮里面 有人能够过半的几率才是低 因为日本的这个 自民党党魁的这个选举 他第一轮是736票 包括386个68位国会议员 再加上368位的党员跟党友票 那目前来看的话 议员票小员竞色的还是比较优势 但在整体的民调上 高市早苗 这个比较领先 那党友票 这边识破帽可能占有优势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第二轮 第二轮里面 一样维持368票的是议员票 但是另外就是剩下47票的地方党部票 所以我觉得第二轮选举 就是比较关键 但我要讲的是不管如何 我觉得目前日本的政策 顶多是小幅的缓解 比如说像刚才所提的 包括福岛飞水的排放 目前来说好像双方有个新的共识 就是日本愿意让中国大陆 等第三方参与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你看刚刚讲的 日本的驱逐舰进入到台海 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非常关键 为什么 因为过去其实最长当然是美国 第二名的可能是加拿大 那其他包括像法国 像德国大概都是蜻蜓点水 但我们一直在看 因为早就从川普认定到现在 美国一直呼吁美国的盟友 不管在台海在南海做一样的事情 但日本是一直到现在 多少年之后 大家都做过之后 他在这个安庭文雄 认内在最后一段时间里面 你别秋波走这一趟 那就是开了一个例子 未来就要期待 不是期待 可以预判还会有第二次或第三次 现在好像日本是怎样 是不怕打仗吗 不怕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 你说罕见首度穿越台湾海峡 那剑指谁 剑指中国 可是大家都看到中国的实力啊 虽然有一些日本的网友 感到精神为之一震 还说醒过来了 行动也太晚了 终于在被打了好几拳之后 还击了 可是如果再这样出拳了的话 会不会变成欺商权 那一旦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怎么办 现在日本要不要关心一下 自己粮食的问题 说为了保护本国盗农 对进口米征收778%的关税 但事实上现在你说 米现在要省着买 省着吃 因为它有很多农业 根本解决的问题 比方说是面积不够啦 老农现在都退休啦 还有甚至天气气候的因素 影响了它的产量啦 那再过来如果看看 日本台湾呢 说地缘政治风险更胜过日本 近年粮食自给率一路降到 去年只剩30.7% 还比日本的38%更低 那一旦被封锁 会不会就有比日本更惨的 粮食危机呢 大陆方面的媒体 甚至也攀出评论文章 告诉大家说 你去看看日本 日本大米危机警示了我们 要始终抓好粮食稳定安全攻击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但大陆在粮食的问题上面 不是早就由领导人习近平看准准 因此呢就及早再布局 不要让粮食出现危机 蔡委员 江湖黑道有一句名言啊 就是大哥都知道情势 小弟只会胡闹 美国你看 哎呀你发射洲际导弹 有些人告诉我 大哥对大哥 所以我就很开心 你很尊重我 小弟不知死活 台湾扑不跳 日本扑不跳 大哥 导弹是对着大哥去 大哥都无所谓 你小弟在叫什么 不知死活是什么回事 来看粮食的自给率 日本只有37到38 台湾只有30到31 然后中国大陆有多少 82到85 粮食自给率 能源自给率呢 这个日本 有没有5%都是成问题啊 那台湾就根本不用讲了 不管是哪一种能源 都非常的低 那如果说 中国大陆封守了巴士海峡 你日本就挂了啊 因为你的粮食米 主要是来自于东南亚 没有泰国的名字 你能干嘛啦 你存粮能够吃多久啦 再来我们讲到不客气的话 日本当年在1908年曾经 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取的政权的时候 他曾经派兵要去干涉 这个苏联共产党 叫做西伯利亚干涉非常有名 结果呢他们的外交大臣 外务大臣一宣布了以后 日本的反应是什么 不是哎呀我们大家 努力从军去打共产党 不是耶 就赶快跑到街上去买米 战争一发生什么都不干 赶快去搜罗米 就造成日本历史上 非有名的米暴动 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历史 米暴动搞到什么程度呢 所有的城市都暴动 大家蒙着墙米 警察出来抓了几千人 日本要不要重蹈覆车啊 当然日本后来想说 哎呀我这粮食不够该怎么办呢 他就想一想说 那台湾可以帮日本人种米 当时台湾人吃的米 是再来米 对 不吃逢来米的 那后来日本人派了基勇籍 就跑到台湾来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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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莱米是日本的口味的米 那想说 蓬莱米要很多的水田啊 最后才叫八田以一去盖什么 盖烏山头水库 所以烏山头水库跟迦南大政是这样 迦南大政也不是日本人盖的 是清朝已经挖好了 他把它接在一起而已 接在一起而已 所以迦南大政说是 八田以一的是错误的观念 那是周中仙弄的 清朝一个侏楼县的一个支县弄的 那回过来我们谈一个问题 台湾变成日本人供应 现在台湾也没有米可以供应他 所以如果巴斯海家被封锁 日本就等死吧 你还能嚣张什么 莫名其妙嘛 大哥都不紧张 你小弟紧张什么 是的确 好来我们要继续来请教一下 这个杨老师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军武的话题 那现在呢 其实要看看美军自己的实力 美国现在说他们有一个驱逐舰 普雷贝尔号 23号从San Diego出发 到日本横须赫去部署 这是要应对2027了吗 是要为开战做准备吗 但你说 现在他说他是唯一能搭载 高能雷射武器 有打击无人机能力的舰艇 可发射的功率 60千瓦雷射光束 好所以也知道说 未来是一个无人机的战场 他要做好准备 所以他现在派这样的驱逐舰 但是你说要有雷射光束 60千瓦 大陆没有吗 还是更强力的雷射光束呢 据传大陆071件 船头要安装的是雷射武器 而且可使用 200千瓦到300级别的雷射武器 那这个是不是其实说实在的 就你要比的话 那就来比啊 大陆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啊 甚至还能够超越美国 是这样吗老师 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因应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 第一岛链的 中美之间的地缘军事冲突 从中日之间到台海到南海 当然美国的角色是最为关键 所以他就在驻日美军的基地 开始部署这些最针对 比较针对性 那这里讲的就是针对 无人机打击能力的这个舰艇 是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 日本我刚刚提到嘛 日本的这个已经不再是所谓的 叫寻求普通国家 正常国家 或者是专守防卫 如果说今天 他的明天出来的新首相 是那位女性的首相 高士早苗 他是最右翼最保守 其实相当男性化的 就是日本的议员 2005年就开始在做议员 做了很多不同职位的 就是说这个大臣 可是呢 他是要去用首相身份参拜 靖国神社 要修改宪法 反对女性继承皇室 所以这些整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 从中日之间 接下来的地缘的冲突 在台海 尤其台海之间的不对称作战 美国开始在做这种布局 那问题大陆这边有没有同样 当然也有同样的 你来我往 就是你对我做怎么样的事 你梁月号我就给你孕酒 相互反制 这现在是很清楚的 这个态度都很坚定的 而且现在是出手反制都很明快 都不等了 都很明快 而且在武器的使用上 也就是很针对性 对 然后科技也都马上再拉上来 对对对 就是直接 直接就 用行动来展现实力 对 话都不用多说 不必啰嗦 那很多呢 其实你光是看一些蛛丝马鸡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现在真的是 让很多其他的国家 看在眼里什么 高度的重视 所以你不能不沟通 不能不直接的对话 来我们看一下 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呢 大陆外长王毅 他这次呢在联大 然后跟很多其他国家的代表 你看到的是 大家围着他 非常热情 那欲缘谈天也发了视频 给大家看到 好意犹未尽啊 在那里一直抓着他 拉着他的手 要跟他交流 有没有 旁边围的都是人 这个大陆外长王毅 现在是好像万人迷一样 你看旁边的人都围着他 好但是呢这凸显的是什么 凸显出中国的地位 它的分量 它的重要性 所以现在看到呢 都讲美英澳 美英澳 不是有AUKUS吗 但是除了美国之外 你看英国在干什么 澳洲在干什么 英国 好我们光是讲英国 好英国呢现在是说 有中英两军举行 防务战略磋商哪一天 就昨天啊 9月25号 你看到了吗 中英两军是在 在中国大陆举行这个 防务战略的磋商 针对国际地区安全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要直接跟中国开会 直接跟中国谈 还有澳洲 澳洲的国库部长 查默斯26到27号 要到中国访问 大陆方面也公布了这个消息 那告诉你的是什么 在24号的时候 王毅还跟澳洲的外长黄英贤 说这个中澳的关系要持续推进 然后王毅还说有取得正面的进展 那澳洲现在要赶快要跟中国大陆要谈 谈的事情可多了 因为你说经贸不合作的话 对澳洲可是有伤啊 所以直接部长就访华 来了要找中国大陆 我们来请教老师 对第一个是 现在是第79届联合国大会开议期间 而且是进入到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 那这个场合里面就是一个外交的场合 所以王毅这次去 因为习近平没去 他就有这样的任务 可以看到他会晤很多国家的 包括外长或是中澳的高层 那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 是王毅在这个说话的过程当中 他有直批美国批什么 批人权议题 就是说双标 他主要是指的是包括像是 中东的局势 中东的局势拿来跟 过去大家这么关键 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人权议题 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说 其实因为联合国是个大的场域 有193个会员国 所以里面可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只是西方国家在内 欧美国家没有 他很多是发展中国家 而且中国大陆在里面有他的朋友圈 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也是 相对而言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场合 那再讲包括澳洲 英国的高层访问中国大陆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因为澳洲即便是埃班尼斯政府 他现在在安全上 还是跟美国靠得很近 包括刚刚讲的台湾海峡的穿越 但是在经贸上 其实埃班尼斯政府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回暖 已经走了二十几个月 其实从这二十几个月看起来 从高层互访开始 黄英贤 然后在双方的这个 尤其是澳洲总理 访问中国大陆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过去 莫里森政府执政时期 中澳关系这么差状况 已经回问 所以中国大陆就有一些他的作为 就是棒子跟胡萝卜 就把过去一些 进的一些东西慢慢再恢复 从红酒 煤炭 大麦 最后要到龙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过程 所以这就是国际关系 我觉得 就是不是完全只有黑和白 黑和白 安全跟军事只是其中一个层面 其他还有一些在经贸投资 比较软性 可是他很重要 对于两国的关系而言 对 当然一方面也要听听看 这个蔡委員怎么来看 这次中方在联大所凸显的分量 但是呢 这个前面有一张电视墙 我有一个问题 也要请蔡委员来帮我们来评评理 什么呢 那就是啊 中国大陆其实对于中东 如何来推进和平 其实早就已经讲过他的立场 不知道多少遍了 好 那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 也表明的非常的清楚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 泽伦斯基他跑到联大 他在干嘛 他在批中国呀 他这次呢 当然他有他的任务 他要推销他胜利计划 可是他说 中国是一边推销缺陷和平方案 一边在帮普丁 瞄准乌克兰核设施 中国跟巴西提的指证方案 跟我的计划是有冲突的 他说中国正使 让他自的努力 变得非常的复杂 哦 讲到这里 那我们要问的是 那你一边你在那里骂 那另外一边 你的乌克兰的外长 还跟王毅呢 在那里什么 在那里互动 显得非常的良好 怎么这样呢 然后你泽伦斯基 在联大 你在发表演说 结果有网友就发现 哎 多少人在听啊 算了一下 775个位子 怎么只有149个座位有人呢 还算了比例 大概占19.2% 还不到两成的人 是你的听众 包括看手机的人 来 蔡委员 有时候人在走衰运的时候 都会不知道自己走衰运 做一些衰事 大家不要忘记啊 就前几年而已 两年前 哲伦斯基也跑到 联合国大会去演讲 对 掌声不断 讲一句就有个掌声 讲两句有个掌声 对 现在讲完了没人理他 是 大家看手机 他讲完就走了 也没有掌声 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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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已经不是当年的唐乾燕了 我觉得 他脑筋已经不太清楚了 不怪他 也输成这样子 他自己也知道说 未来命运已经很惨了 乌克兰也会找到算账 不要以为 现在只要要不到钱 他就没有公用 就会把所有责任都归搭 连败选责任都会归搭 是 就是乌克兰的特色 再加上他不是乌克兰人 他是犹太人 所以下场会更惨 所以只要一打输了 他赶快捡个屁股 赶快跑 他说 中国的和平方案有缺陷 那有缺陷 你提个完整的 因为你是当事人 我们是旁边的人 帮你忙而已 有缺陷 你也值得你批评吗 再来他说 帮普丁 瞄准乌克兰核设施 你乌克兰核设施 你乌克兰核设施吗 里面很好笑 你没核设施 你在扎波罗的核电厂 只要被俄罗斯 在第四战争里面 就被站走了 怎么会算是你的呢 然后帮普丁瞄准 如果中国要帮普丁瞄准的话 你乌克兰早就挂了 就是因为西方欧美国家 全部在帮助你 才可能撑那么久 不然你撑不到三个月 早就挂了 你还能干嘛 所以现在泽伦斯基 真的是麻烦了 他这次来还要见川普 结果川普还不见他 川普当然不见他 因为川普没有踹那一脚都不错 川普现在为了自己选举 一定头很痛 是 所以这个泽伦斯基 已经拜拜了 他还讲那什么胜利计划 今天最后 还是要由勤教官 再一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 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子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